大家好,歡迎收看《韻食艱難》 我們今天來到巴山的球巴 球巴之前最有名的是任吃不生氣的步妃模式 但很多人在晚上半夜都會覺得有點餓 但又不想吃太多的時候要怎樣算好呢 所以今天來介紹的就是球巴 阿拉卡模式究竟有什麼特別 一起來看看吧,Let's go 來到TLC首先要介紹大家的阿拉卡火鍋套餐 只需要一個很實惠的價錢 可以用一大套的火鍋套餐 配上你自己喜歡的湯底一邊拆一拆一拆 跟朋友們吹一下水、聊天、吃火 簡直就是超棒 雖然說這裡的食材不是十分之特別 但勝在它全部都是應有盡有的 原來它的蔬菜、肉類、軟類 全部都很新鮮 配上這個自家製的湯頭 跟朋友一起在這裡拆一拆一拆 吹一下水、聊天、吃東西 整個感覺確實是很爽 說到TLC這裡的烤串 它們最主打的其實會是它的肉類 分別會有十二種不同的醃製口味 有雞、有豬、有牛、有羊 有鷹、有盡、有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我個人推薦的會有兩個 分別是TLC口味 帶上一點香茅的清香味 只要有限煙咖哩口味的話 甜味和鹹味就會十分之適中 這兩個都是我比較喜歡的口味 另外我必須要說一說 就是它的雞翼是十分之多汁、入味、鮮嫩的那種 所以如果來到我喜歡吃雞翼的話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其實我個人來說是十分之喜歡吃燒烤 但吃燒烤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第一件是會很熱 第二件是煮到周圍的油煙 但這個喬巴這裡是一個沒有油煙的系統 再加上坐在二樓這裡風涼、水冷 吃一下烤串、探一下啤酒、喝一下可樂 感覺是很爽的 十分之推薦大家在這裡嘗一嘗 那就是這樣 記得保持房具 一起去找吃 拜拜